台灣幫 適中黨入侵豪江 開幕只是一年的澳門新豪天地揭發有台灣幫 在賭場的電子式寶機出遷 被捕的4個38至43歲男人 和另外4個在途同黨幾天之內 就騙走了至少100萬港元 他們4至7人為組合 專簡清晨最少人玩 無可觀監場的賭場落手 偷看了點數馬上落著 為免惹喜而心 他們一天只玩三波就離場 還立即將電子卡對回所贏的錢 賭場發現有人在極短時間內贏走巨款 翻查閉路電視揭發事件 到前天這幫台灣人重屍顧忌 就當場拉他們 司警還調查疑犯是否有黑幫背景 又追緝其餘再途同黨 已經過stag了 響律